淋上香甜草莓醬加上冰淇淋和鮮奶油 更讓鬆餅大加分 但能成功挑的味蕾 其實在於鬆餅本身 選用日本九州七種小麥股粉 但由於受限店內座位34席 加上預約電話接到手軟 原本店內限時用餐兩小時的規定 在開幕一個多月後 進一步調整成一個半小時 另一間人氣下午茶 則是結合台灣食材 把切片蘋果鋪在鬆餅上 再撒上肉桂 自創蘋果肉桂鬆餅 好吃甜點人人都想嘗一口 這間店也不例外 店裡不到20個座位 用餐時段限時一個半小時 還OK 但是就是會覺得你等待時間 跟你用餐的時間就會不成正比 如果能夠拉長到2到3個小時 應該會比較舒服 除了甜點聞名的咖啡廳 為了增加翻周率 訂下用餐時間 未在東區的一家咖啡廳則發表聲明表示 經常有客人點了低銷餐點後 默默拿出麵包 珍珠奶茶 最後再以鹹酥雞當作結尾 不但語氣盡顯無奈 也感嘆客人假狼告告 因此訂下新規定 取消不限時用餐改成兩個小時 而且每個人低銷200元外食加收服務費 好像蠻奇怪的 因為這種咖啡就是 應該會隨便待超過兩個小時吧 自己他自己要帶 可是店家可能就要 可能會告訴他不方便這樣子吧 彼此可能 這個有點像彼此的默契 餐飲業服務至上咖啡廳大多 以長時間久坐客人為主 但因為預防澳客 可以逼不得已訂出現實規定 也許可以確保餐廳翻桌率 不過民眾消費的小確幸 恐怕隨著越來越多的規定 和店家漸行漸遠 記者鄭仁宗謝偉 台北採訪報導